一大片土石沿着山边倾斜而下 南投仁爱乡清爱村后山的农路有多处摊方 还有道路零星落石 让正值红肉里采收齐的清爱村 许多农民就着急欢迎里子 无法及时运出 损失会惨重 清爱村是仁爱乡内唯一 盛产红肉里的部落 一年只采收一次 但这几天正值采收期 却碰到大雨阻断农路 让不少农民担心 采好的里子运不出去 好在村长紧急通报 乡公所前来抢修 二十一号下午三点左右 终于抢通 马上来抢通 今天就会先把路面 都会先把它弄平之后 让车辆能够同行 那另外在土石的部分的话 明天会有沙石车前往做那个签运的工作 仁爱乡公所表示 日前有部分道路 因为摊方而持续在进行路面整修之外 并没有进一步的灾害扩大发生 全乡主要道路除了头八十九线立行道路 因施工暂时封闭外 其余都可以通行 不过三区道路 还是会有零星的小落石状况发生 用路人还是要多加注意 道路的状况 避免发生危险 记者